民进党鼓噪修法 将大陆列为所谓敌人 又为两岸政治协商制造障碍 威胁到大陆交流的基层民众 挑衅动作频频 背后反映了台湾当局怎样的心态 将2020选战打成统独大战 民进党又能否如愿以偿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频出坏招台当局调动两岸危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日前台湾当局频频对大陆发出挑衅 一边鼓噪修法将大陆列为敌人 一边要为两岸政治协商制造障碍 台湾当局一再升高两岸紧张态势 小动作为何越来越多 要将2020年选举打成统独大战 民进党的盘算是否有可能实现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 展开解析 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 陈凤鑫女士您好 李红好 于强好 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 于强先生您好 李红好 陈女士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 又在打修法的主意 想要把大陆列为所谓的敌人 接下来我们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日前再次鼓噪 法律修正草案 敌人的定义 形同将大陆列入敌人范围 引发台湾舆论一片踏伐 不仅如此 近期台湾当局频频使出小手段 试图增加两岸紧张气氛 一是计划增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增加两岸协商签署政治协议 应经立法机构双审议及公投 且规定不得作为协议项目 被认为目的在于 对两岸的政治协商进行所谓的监督 二是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日前受访时旺称 两岸间有多种可能性引发渲染大波 三是陆委会表示 如果台湾村里长与大陆签署 结队交流协议将受到查处 威胁村里长付大陆签订协议 可被罚50万元新台币 把大陆列为所谓的敌人 这应该是炒冷饭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 民进党当局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 因为选举又要到了 其实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并不是整个民进党内 都是如此的支持的 其实这个案子已经摆了一年多的时间 主要的提案的人 如果熟悉台湾的新闻的朋友们 其实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 他从当任市议员开始 以及到当任立法委员 因为他在台南地区 那么台南市 其实是全台湾地区当中 我们如果按蓝绿的色彩来看的话 应该是非常非常绿的一个地方 大家印象很深刻 去年九合一的选举 那么整个的寒流席卷台湾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拿下了15席 而民进党能够保持着的 其实其中之一就是台南市 那台南市并不是因为 它的政绩特别的好 相反的就是因为意识形态 特别的偏绿 所以他们能够一直维持着长期执政 王定宇其实就是台南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而且他言论一向是偏激 那么走向的这个路线 他不只是支持台湾独立而已 更重要的是 他不断地挑拨两岸之间的敌对关系 这是他一贯的路线 可是王定宇的提案 即便在民进党里头 都会认为邪魔外道 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反而让民进党在大选的当中 陷入危机 这个案子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么因为在这个刑法里头 那么有一项叫做内乱外患罪 那如果犯了内乱外患罪的话 会有相关的一些罚则等等等等 他就提案说 第一要把大陆列为外国 然后第二呢 所以他不是适用内乱罪 他是适用外患罪 然后第二个呢 是直接把大陆列为敌人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还可以加重其刑 事实上这样的提案 直接违反了宪法 在宪法里头呢 大陆地区就不可能是一个外国地区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 他其实有很多宪法上面的一些问题 在台湾民众也不会接受 那为什么王定宇要一二再再三地提出来呢 道理非常的简单 因为只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些方案 才能够让他在媒体上面抢占版面 然后呢 在地方上面呢 那些极虑的 深毒的这一些人呢 就会支持 就会给他掌声 王定宇其实在 进入立法院了之后呢 其实你要说 他在这个政策上面 有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并没有 成绩没有那么样子的亮眼 那最重要的其实 都是在挑拨 然后呢 分化两岸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选举到了 类似像这样的提案非常的多 到目前为止 这个提案看不出来 在立法院呢 有任何闯关的可能性 但是 如果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居然民进党 还有其他的立法委员复议的话 那情势就会非常紧张了 因为那就意味着 蔡英文政府呢 为了要竞选连任 或者是赖清德 为了要竞选 很可能民进党要整个的走险棋 所以现在还可以当成笑话来看待 但是如果下个会期 真的这个提案 送到委员会认真地讨论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是极为严重的事情了 那么民进党当局 到底会把这件事情 操作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统独牌是民进党 历次选举的时候 都会打的一张牌 这一次呢 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 他也对外表态说说 其实两岸之间的关系 有多种可能性啊 随后虽然改口了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这就是一种试探 那么为什么他要做这种试探 为什么有这样的表态出来 我想他这种试探 你看他那几种可能性 其实背后 其实都是三个字 叫做两国论 其实我在想 他其实在迎合整个蔡英文的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 当时1999年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时候 蔡英文是他核心小组的 这个起草的核心小组的成员之一 后来到了2000年 陈瑞执执政之后 李登辉就把蔡英文 安插在陆委会主委的位置上 实际上就是保证说 他的两国论 让蔡英文能够继续推下去 另外一方面 也是让蔡英文看着陈瑞扁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说 其实包括陈瑞扁 在后来再推一边一国论 这些东西上 蔡英文其实都有他的影子 所以这个时候 陈平通把这个东西抛出来 其实等于是在 响应蔡英文过去 这20多年来 一直所讲的两国论的 这样的一个论调 所以你看他那几种可能性 其实都是两国论 所衍生出来的一些谬论 那为什么陈平通 讲完这个话之后 讲完马上又觉得不对呢 是因为台湾地区 为什么会有一个陆委会 是因为在台湾地区的定义说 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国际国的关系 所以陆委会是因为这样而存在的 好 那现在陆委会的主委 讲出了一番这种 两国论的说法之后的话 我们逻辑再往下推 那么陆委会就要关门 那么陆委会关门 陈平通你就回家吧 所以陈平通等于是 他去迎合蔡英文的想法 但是这么说完之后 这个事情再往前推一步 陈平通的位子就没了 所以陈平通后来又赶紧往回退 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听大家讲一讲 我们只是引用别人的说法 我想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陈平通讲过 说台湾民众去追求好日子 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这是陈平通讲的话 所以现在在台湾 讲到陈平通 大家马上想到禽兽两个字 所以陈平通在台湾 现在的形象 是非常非常的负面 所以你说到陈平通 大家第一个想法 都不觉得他是陆委会主委 就觉得说禽兽 他就老说人家是禽兽 好 那现在陈平通 一定要从这个 这个泥闹当中跑出来 要不这怎么行 所以他现在就得 不断地抛新的话题 去把原来的那个话题 赶紧稀释掉 所以他就抛出 一个这样的话题 这个话题他心中非常清楚 这个话题一定会引起争论 大家一定会去讨论 一定会说 这谁抛出来的 陈平通抛出来的 陈平通怎么能这样讲呢 当你开始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 陈平通就是这样的设计 当大家讨论 这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希望大家快点 把陈平通说 民众是禽兽 这件事情忘掉 所以我想是 陈平通的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是 过去民进党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一个操作的说法 他喊 一定是喊到最远 最极端的话先喊出来 喊出来之后 先看社会各界的反应 如果社会各界 没有什么反应的话 他就悄悄地去做了 如果社会各界 反弹很强烈的话 他可能喊十分 他就往后退三分 或者往后退五分 但是对他来说 他又往前迈了一小步 这就是陈水扁人 所谓的冲突妥协进步 就是我先往前顶 顶完之后 被你顶回来之后 我只要比现在 稍微往前走一点 其实他觉得他都赢了 所以陈弥通现在的这个玩法 其实也是在尝试着说 在两岸关系上 他尝试着再往前顶一步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陈弥通后来的这个辩解 他说 他说我不代表台湾当局的想法 你陈弥通是陆委会主委 你接受媒体专访 你当时的身份 也是陆委会主委 你讲的话 不代表台湾当局的想法 你讲他干什么 他是在给台湾当局解套 是 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 陈弥通讲说 说我引用的是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想法很多种 你为什么偏偏听 偏偏挑这三种来引用 而且这三种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都在指向两国论 那你告诉我 你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我想陈弥通 整个的这个目的 其实他的用心 是非常非常明显 是 总之 现在台湾当局 就是想要在统图牌 或者是两国论 只要牌上了打擦边球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往前顶 到底是进几步退几步 那么两岸之间的底线就在这 不管怎么样 他们也是不敢触碰到红线的 不敢真正触碰到 这样的一个红线 那我们再来看 台湾当局对于 两岸之间进行往来的基层交流 现在又下手了 而且下了狠手 我们都知道 高雄刚刚拿了订单 高雄的渔民 农民 他们非常开心 特别开心 他们的货能卖出来 但是台湾当局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就警告了台湾基层的村里长 说你们谁都不能跟大陆 签这方面的协议 如果你们签了协议的话 我们就要罚款 那他又不帮台湾的农渔民 去想办法把货卖出去 又不让农渔民跟大陆进行交流 那到底想怎么样呢 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风声鹤唳的氛围呢 其实你会发现到在过去这两年以来 这种恐吓牌是时时常常的粗容的 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 去年推出了会台的这些措施之后 台湾其实也大张旗鼓的 开了所谓的跨部会的会议 然后讨论说要如何的来惩罚 处理这一些 那么如果说到大陆上面 不管是就学就业 那么这些享有或者是创业 那享有这些会台措施的这些朋友们 要如何的惩罚 取消他们的户籍 然后惩署他们呢 可能公平权利要被剥夺 可能要罚款 那么这些所有的事情 然后经过了讨论研究放话恐吓威胁之后 如果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的话 好像就没有后续了 因为就真的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不了了之 因为如果它真的是一些 惠民的措施的话 那么对于民众来说 感受到了好处的地方 如果你行政部门敢敢去剥夺的话 那选举上面那个选票的反扑 其实反而是更强烈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去年呢 将台湾的很多的在大陆上面呢 不管是居住就业 这些就学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领了这个卡式的身份证 然后领了这些 领了这些这个证件之后呢 它确实上面在交通啦 或者在金融机构往来上面 有非常多的便利性 当时也是大张旗鼓的恐吓威胁说 但凡去领证的人呢 可能回来呢都会面临到很多的 惩处惩罚 事实上已经有数十万人 已经领了这个证了 但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的 惩罚的措施 因为恐吓话说得很重 但后面的行动都是不了了之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子 会抵触民众呢 那么真正的向心力 那现在呢去警告说 这个不能签协议 那个不能签协议 坦白说你说 这个恐吓威胁这件事情 有没有效果 其实是有的 有很多的基层的这一些人员 他们是担心 他们是紧张的 因为他们对法律不熟悉 他们也对于这件事情呢 可能产生的后续效应 其实是不了解的 因此他们可能就会停看听 而这种观望 这种停看听 就会阻碍了很多基层 交流的一些机会 但你说在法律上面来看的话呢 他这些恐吓 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 其实也没有法律依据 最后能实施吗 除非他修改法律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 蔡英文政府一方面 嘴巴里头不敢说 他停止两岸交流 因为说了 就会使得选民对他 非常的反弹 但是二方面 他又很害怕看到两岸交流 因为两岸只要交流了 产生了和平的利益 和平的好处之后 民众就知道 和平是要比两岸之间 对峙敌对威胁 乃至于最后战争 那是要好的太好多的 这一个选择 他又害怕人们看到 两岸交流之后的利益 然后又不愿意嘴巴说 停止两岸交流 所以就会发生这一种 恐吓威胁的话 说得很重 但实际上面 不敢出手的一个状况 两岸基层交流频密 台当局却要开罚 还要设置门槛 阻挠两岸政治协商 台当局施政不利 是否要借此转移焦点 做事对抗大陆 又是否真能赢得民心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那么这种恐吓和威胁 除了针对基层的村里长之外 我们注意到他们还要增定 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条款 而且还要设置两岸之间协商的门槛 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会真正着手去做这些事情吗 我想他们现在在尝试着去做 因为他们在选举当中 他们只要去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说他们这样做了 其实就有助于 去把那些升率的选票催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们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上 一步一步地在往前拱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说实话 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 现在做的这个动作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实际上是这样的 民进党在台湾地区 两岸的关系的权力在谁的手上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手上 然后民进党也见着 2020年这个选举 民进党就不可能 再继续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了 但是民进党又非常害怕说 换了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上来之后 要开始两岸的协商 他又不想搞两岸的协商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最近 趁着他还掌控着 台湾立法机构的时候 他在做一些法律上的修改 这个法律上的修改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想 如果说 按照现在过去台湾的法律制度 的话 那么两岸要协商 既然权力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那么台湾地区领导人说 我要协商就协商了 民进党现在不这么干 民进党说 说你台湾地区领导人想协商呢 你得必须经过立法机构 四分之三的民意代表出席 这四分之三的出席里面 再有四分之三同意 你才能够这个协商 那民进党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决定权呢 等于是让立法机构 去吃掉了一部分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利 也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话说了不算 必须还得立法机构 同意了才能行 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对于民进党来说 全台湾 113席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四分之一是28席 民进党觉得说 他选的再差 也不至于少过28席 那到时候 真的两岸要开始协商 民进党怎么办呢 民进党就通知这28席 都不要去 只要民进党为什么设四分之三 这个门槛就在这 就是说只要我人多于四分之一 只要民进党这些 民进党代表都不去 那这个提案就没法表决 没法表决 台湾地区领导人 就想两岸协商 都没法协商 这是他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 他在想 他说再退一万步 就算民进党很烂 选的很烂 四分之一都没到 所以国民党可以单独地 表决通过 但是以过去民进党 在立法机构的表现来说 就算民进党没到四分之一 民进党还是会给你拖延 不让你表决 我想我们都有印象 过去民进党在立法机构 干的这些事情 什么拿大锁子 把那个门锁上 不让别人进来了 什么把那个椅子 把那个门顶上 什么打架了 什么把那个主席 那个主持会议的主持人 那个话筒线给你扯断了 那招多得很 而且这些招用了 不是一次两次了 还有更多的招 所以民进党只要 民进党的想法是 我只要把这个决定两岸 能不能政治协商的这个战场 拉到立法机构来 民进党过去的记录 它有很多方法去干扰破坏 反正就是不让你进行下去 所以说白了 其实还在为民进党2020 丢掉执政权之后 继续阻挠两岸交流 两岸沟通来做准备 的确是这样 所以说如果说民进党 是为了因应选举 在搞这些动作的话 那还不如说民进党 每一次都利用了选举 在台独的路上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那么奉心如何来观察 最近民进党这样的举动 那么在选举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最好的一个机会 他们利用了 拼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在向前推动 他们的台独理念和台独动作 现在让人担心的是 当然对民进党来说 上策是能够赢得选举 可是现在呢 大概连民进党内部 其实都觉得是蛮悲观的 他们或许有一些些方法 也许未来呢 如果真的是有三位主要候选人 出来参选 不管是国民党派出来的是 郭台铭或者是韩国瑜 那么民进党派出来的是 蔡英文或赖清德 他们希望如果柯文哲也出来的话 那么在三强鼎立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希望柯文哲跟这个国民党呢 能够分掉两岸交流 两岸和平的选票 然后最后呢 可以让民进党 独霸那一个 就是认为两岸之间呢 应该要完全的分庭抗礼 然后呢 这个台湾要独立的这一批 就算他是少数 但是因为是三强鼎立的关系 其实少数也是有可能会选赢的 虽然这个几率到目前为止来看 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如果说要这样子的话 他至少要拿到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 可是目前看起来 他的支持度其实大概只有在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那种坚定支持台独 而主张这一些 不管两岸之间走向敌对啦 两岸之间不交流啦 然后两岸之间尽可能的停滞啦 四分之一的选票不足以让他们当选 那问题来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觉得现在关键点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修法 这个修法就严重了 而且这个修法我认为 他通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几率并不低 就是要把两岸之间协商的门槛 拉到简直是比天还要来得高 按照这个四分之三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其实任何两岸协商 是连开始都没有办法开始 那不是说协商了之后 说我们来看协商的结果 大家全民一起来好好地来看一下说 到底同意不同意是好是坏 有没有人出卖了台湾的利益 不是 是连开始协商都不准 那这件事情 未来的影响就是 没关系 2020民进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们会选输 这个选输呢 不只是大选会选输 而且在立法院的席次 恐怕都会大幅度地滑落到 不到一半 甚至于不到三分之一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他们就铁了心 做好了准备 我就算是变成极少数 我也要去绑架全台湾 让全台湾都不准跟大陆 有任何的交流 所以现在民进党 趁着他们在立法院的人数的优势 想要强行通过这项法案 而目标就是呢 我这四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政绩 未来2020 就算让你拿到了大位 我也不让你有任何的政绩 我觉得这一个新这个本意的这个恶毒 才是让人觉得法指的地方 他们有可能利用优势这样子做 而这个优势做完了之后呢 后续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一次2020年的选举 那么民进党有没有可能把它操作成一次统独大战呢 这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 如果说民进党在这么多的层面 都想要去推行它的这种台独理念的话 那很可能接下来它会尝试着 在选举的这一刻来进行统独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 接下来民进党可能会对这次选举 或者说对未来的两岸关系 带来的致命性的伤害 我觉得只要有台湾大选 民进党每一次都把它操作成统独大战 结果但是实际上最后一次有用是什么时候 是2004年 2004年当时陈瑞宾拼连任的时候 把当时那场选举操作成统独选举 后来因为两颗子弹等多方面的原因 后来陈瑞宾赢了 后来到2008年那场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还是想把它操作成统独大战 那个时候现场经讲什么 说什么两岸一旦交流之后 就什么男人没工作 什么女人没老公 后来呢 现场经不输得很惨吗 然后到了2012年的时候 蔡英文想选的时候 蔡英文不当时也说吗 说什么他要做什么 他要凝聚台湾共识 什么台湾共识 就蔡英文也输了 然后到了2016年 蔡英文不敢再这么干了 所以才讲说什么 他要维持现状 他是这样当的选 所以到了2022年 如果他再回到08年12年 那个脉络的话 他肯定还是会输 但是对于民党来说 民党就是一直就是玩这个套路 就是所谓统独牌 他一直这样打 因为讲实话 他手上也没有太多的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现在台湾社会跟过去 已经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2004年可以这样玩 是因为当时台湾经济还不错 到现在为止 台湾经济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 这么低迷的情况下 对于民众来说 我首要的命题 首先就是要解决经济的问题 不解决经济问题 你不要给我讲那些虚的 你来点干货 来点实在的 这是蔡英文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2019年的4月份 当时蔡英文有一次 有过一个说法 他说怎么一会儿冒出个郭台铭 一会儿冒出个韩国瑜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还不就是因为台湾的经济 遇到了困局 韩国瑜打动大家 不就是高雄发大财几个字 而且高郭台铭 为什么郭台铭一出来之后 你看整个台湾 大家觉得说 郭台铭是代表台湾的希望 台湾经济在空转的这20年 郭台铭可是带领红海集团 一直在高速发展 所以台湾民众会觉得说 那既然郭台铭能够在 过去20年中一直高速的发展 那么他去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就有可能让台湾的经济 去变得更好 所以这也昭示着说 这场选举现在的主轴 或者说民众心里想听的话 不是什么统独牌 而是你要怎么提振台湾的经济 这个统独牌 可能吃几个月能够吃得下去 可是如果一路打到 2020年的1月11号 其实是撑不到那一天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蔡英文自己也在转向 民进党利用每一次选举的契机 再往前推动他们的台独理念 这个应该是值得各方 去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李红 陈女士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